In Safe Sex, After Man's Nap Speed is During Rap Gear Visa 13, Breakiest Into Cause Accidents Ever 热情的小伙子 Alan Park 本想让他的女酒在娱乐中快乐地尖叫 没想到最后换来的是他自己痛苦的肠豪 他把自己的鸡鸡弄断了 我从未体验过如此之剧痛 25岁来自多尼哥的 Alan 如是说 他弄断了像鸡鸡输血的血管 以至于不得不卧房两个月 当然他并不是个人 下面还有13个比他还惨的家伙 爱痕之痛 脖子上的爱痕是会支人死地的 一位44岁的新西兰女子 在和他的情人亲热的时候 被男友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了爱的痕迹 两天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左手臂不受控制 医生起初对此表示非常困惑 但当他们发现他脖子上的痕迹的时候 谜底终于揭开 咬痕正好在一条大动脉上面 他的蚊太过用力 以至于动脉处出现了一个小血管 就这样 他中风了 幸运的是在服用抗凝血迹后 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儒家杀手 永远别把儒家和电插头搞混 那是2008年的某一天 宾州警察接到 Robert Taylor的报警说 他的妻子不小心被吹风机垫死了 警方对此陈述表示非常怀疑 而Taylor先生不久就吐露了实情 他们在用儒家垫头的时候 Taylor女士被垫死了 最终这位先生被警方逮捕 并以危害安全罪以及过失杀人罪被起诉 要骗挑战 北哥有风险 服用需谨慎 2009年两个莫斯科女人跟28岁的 Sargetürkne打赌2600英镑说 他无法再半天的 性爱马拉松中满足他们两个的欲望 据称Sargetürkne听罢吞了一整瓶蓝色小摇片 他赢了赌注 却在几分钟后输了性命 稻草人 这不是当时的稻草人吗 58岁的阿根廷的牧羊人 Josiel Berthold 在和一个戴着假发 涂着口红 戴着6英寸假鸡鸡鸡的稻草人 爱爱过后丧生 警方在接到邻居报警后 闯入他的家中 发现了他的尸体 和一个像华德尔古米志一样的稻草人 华德尔古米志英国儿童故事人物中 一个会走路和说话的稻草人 警方发言人 Rodacto表示一开始 他还以为是两个死人 后来才发现另一个是稻草人 Josiel Berthold的死因并不清楚 邻居表示 Bertold已经独身多年 电剧惊魂 一位来自马里兰的无名女士 在他的男友劝说下 接受了他提议的小小情绪 把假机机绑在电动手具上享受高潮 结果正如签词里的结局一样 他被电锯伤到了阴导 然后被直升机紧急运到医院接受救治 疯狂愚蠢 选择适合你的型号 伦敦的 National Willis & Pico PLB Larger 给自己买了个振动钢塞 然后把他放进了屁屁里 悲剧的是他发现自己无法取出钢塞 然而他又不敢告诉与自己住一起的老妈 在沙发上痛苦地藏了五天 感受着身体深处传来的振动 Willis终于在朋友的劝说下 在2013的新年夜接受了治疗 尽管手术成功移除了振动器 他还是在两个月后 死于自己的伤口以及外血性休克 叽叽头掉了 俄罗斯男人 Willis Pico曾经接受了叽叽假体增长术 以带给自己的妻子更多快乐 但在一场狂野的性爱后 假体突然爆开 并堵在了他妻子的身体里 他立刻冲进医院 在接受治疗后 果断签署的离婚协议 套套的灾难 套套里的气体并不能救命 来自东苏塞测斯坦 Galry Espro 最爱干的事就是用笑气给套套充气 然后把他套在头上 2007年9月的一天 他的室友发现 他命果套套死掉了 他用了三罐笑气吹起了一个气球 然后在愉悦中幸福地死去 谋杀凶器 来自华盛顿的51岁女士 Ponderland 被指控在一次酒后争吵中 用他庞大的胸部闷死了男友 据说这位5英尺7英寸 170米 高的男士 被14英尺88公斤 女牛鸭的身下 这位女士 目前面临过失杀人的指控 人寿关系 2005年6月 Kenneth Pinion 前往一个位于华盛顿的农场 据说那儿允许男人和动物发生关系 在与一匹中马发生关系后 他因为结肠穿孔而死 肺部旅程 我们的身体里充满了各种令人尴尬的小部件 一位印度医生 接到了一位奇怪的女病人 他说他已经咳嗽发烧了6个月了 而药物并不能舒缓她的症状 在接受严密检查后 医院在他的肺部 发现了一枚套套 很显然 咬完之后 他都没注意到套套不见了 性爱圣经 且否更多能让你受伤的姿势 俄卓斯女士 Valentine Sokler 在他50岁生日那天 拿到了一本性爱圣经 在与他的姓伴侣 Valent尝试新姿势的时候 他们搅在了一起 不幸的是这位女士抽筋了 他们不得不叫一辆酒户车 送他们去医院 打开整个用身体构成的街 深渊 2014年4月 一对男女在西班牙的 一个野炮公园碰面 随后以他们找到了一处 僻静之所 并开始严谈 不幸的是这位女士 屁股下是一个地下警 他们激烈的撞击 捅掉了警戒 Eddie Rapporti 女士掉下了30斤尺高的身形 她的心情夫跑走了 而她等了半个小时 才等到消防员的救援